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个养花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盆土出现岩碱化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盆土出现岩碱化呢 第一个给它浇了太多的硬水 第二个经常给它浇化合肥料 第三个就是土壤它的碱性材质比较多 就产生了岩碱化的问题 那么怎么看盆土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岩碱化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盆土上面 会出现一层白白的一种金状物 那种就是结晶岩 就是盆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岩碱化 才会在盆土的表面形成结晶岩 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我们观察盆土会发现它上面有一层白白的东西 那种就是出现了岩碱化的问题 或者我们自己用一个手指头给它戳一下 如果盆土变得帮硬 那么就是出现了岩碱化的问题 那么像盆栽出现岩碱化会有哪些危害呢 会影响植株的生长 会改变盆土的PH值 会影响植株吸收养分 所以我们在发现它有迹象的时候 就一定要采取手段去处理了 其实处理的方法也简单 最粗暴的就是直接给它更换一下盆土 但是有时候花卉并不适合给它翻盆换土 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不用翻盆就可以解决的方法 可以在它盆里面给它加上一些微生物菌剂 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有益活菌 最主要是里面含有解岩菌 能够分解盆土里面的结晶岩 让盆土再度回归到疏松的状态 它能够改变土壤的团力结构 能够改变TH值的性质 所以我们在发现了岩碱化 在它里面撒上一些微生物菌剂就可以了 非常有效果 如果您也喜欢养花卉还经常遇到这个岩碱化的问题 就要用到这种方法一定要学好了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